区区一只猫妖竟敢向所向披靡的沙生丸发起挑战 究竟是谁给他的勇气 今天 沙生丸本来正在欣赏您的可爱时刻 可就在这时 周围却忽然发生了变化 沙生丸赶忙前去查看 但走着走着 没想到是老冤家找上了门 此时伴随着一个人的脚尖清点河水 煞时间河面都被截起了一层冰 沙生丸见状 也是意识到了是豹猫一族的东南道南 想必对方此次出现 便是要和他做个了断 因为五十年前 豹猫一族和犬妖一族有过一场大战 所以他们现在是一个仇敌关系 但正当沙生丸要拔刀而战时 东南却又拦了下来 原来 东南是替自己的首领来向沙生丸发起挑战的 虽然五十年已过去了许久 当初带领犬族的犬大将 和带领豹猫族的青芳都也已死去多年 但现在青芳已经卷土重来 五日之后就会复活 所以五十年前的猫狗之战 现在是时候来得真正了结了 就这样 东南向沙生丸发起了战体 随后直接离去 临也从河里抓到了许多的鱼 本来是想向沙生丸分享快乐的 但是沙生丸已没时间关心这些 安顿好灵后 沙生丸即刻和邪剑出发 前往豹猫族领地 而另一边的犬夜叉 此刻也是一样得到的消息 阿爸告诉他 最近一直有豹猫从西边袭来 犹如五十年前那般像是要和犬妖大战 或许这和他们家族有关 所以阿爸想询问一下什么情况 可犬夜叉却表示 自己压根不清楚这件事情 也从来没听说过 不过好在弥勒想到了关键点 如果猫狗大战之时 真是犬夜叉被杰梗封印之后发生的事情 那这一切都解释得通吗 或许杀生丸不喜欢犬夜叉便是这个原因 毕竟自己的家族有败 犬夜叉却不来帮忙 还被一个人类女人所封印 真是家族之耻 但就在他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豹猫一族的人却是悄无声息的来嘛 这两人高的叫丘兰 矮的叫夏兰 与刚才找杀生丸的东兰 同为豹猫首领次大护法之一 犬夜叉感觉到了来者的敌意 珊瑚迷勒也是做起了警备状态 但是对方的目标并不是犬夜叉 而是站在一旁的阿里 原来夏兰丘兰此行是为了夺走四魂之遇碎品 于是知晓他们的意图后 犬夜叉也不再客气 直接奔过去就是跟他们战斗 但是却被分割了战场 此时犬夜叉被夏兰缠上 夏兰发出一种不知名的火盾之术 硬生生地将犬夜叉拖住 随后丘兰这边也向迷勒和珊瑚发起了进攻 下时间阿里变得孤立无援 而也就是在这时 另一位护法春兰出现了 只见一片片桃花飘过 阿里云母顿时就被迷晕了过去 但珊瑚发现时已为时已晚 此时丘兰发动一个光球雷电 眨眼的功夫就将阿里抱走 犬夜叉发现后撕心裂肺 但是抢是抢不回来的 她的身体刚才已被雷电麻痹 况且对方还有三人 而且实力都不弱 不过对方却是愿意给她一个 营救阿里的机会 就这样犬夜叉和杀生丸 直接走到了同一战线 全部都向暴猫族领地感觉 但是他们有可能隐望 此时邪剑不禁地生起了担忧之心 毕竟杀生丸要面对的是整个暴猫族 而且对方的首领 还是跟当年犬大将一样的打药 不过就在这时 他们的援兵好像来了 这个叫狼野甘的妖怪得知消息后 已经再次等候多时 他一直都想追随杀生丸 可是杀生丸好像并不需要 无论怎么请求都没有 就算现在斜剑也跟着一起腾起 杀生丸也依旧无动于衷 就这样 狼野甘落下了伤心的泪水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杀生丸 这个帅哥离自己来去 但就在这时 犬夜叉这边却是加入了帮手 钢牙得知阿里被暴猫族抓走后 甚是愤怒 于是凭借着四魂之玉碎片的力量 急驰而来 看来这次将会是一波大团战 此时阿里正被丘兰等人带到一处山 东兰也早已再次等候多时 原来他们真正的目的 除了要拿到四魂之玉碎片 其实最主要的是要将犬大将一族 断子绝孙 而抓阿里便是为了诱惑犬夜叉而来 然后将犬夜叉杀死 但是这个计划却是险些被打坏 此时钢牙突然出现在上方 他们瞬间被吓了一条 不过好在犬夜叉也在同一时刻趕过来 于是他们直接按原计划进行 扛着阿里将犬夜叉诱入山谷 就这样 不明真相的钢牙和犬夜叉一路狂追 最后直接进入了一处山谷绝壁之中 这里三面高山 春夏秋冬兰和阿里不仅莫名地消失 就连气味也突然中断 他们仿佛就像是被一个结界般隔离了起来 原来杀生丸的心里 一直都有着犬夜叉这个弟弟 从这次的猫狗之战中 他看到犬夜叉卷进来后 一直呵斥着弟弟退出就足以看出 可以见得了 杀生丸还是担心着弟弟的安全 在犬夜叉和钢牙为了救出阿里 一路追着东岸等人进入山谷后 他们瞬间被困在了一个三面高山的绝壁之中 这里仿佛是一个结界 阿里和东岸等人的气味都突然消失 于是犬夜叉果断拔出铁碎牙 然后将铁碎牙化为红色铁碎牙 再用力一刀麾下 刹内间 风之伤刀气席卷而出 五道锋利的气旋江面前的高山撕破 原来这里真的是个结界 但是就在这时 钢牙却不等人 直接率先冲了进去 待珊瑚弥勒赶到时 已经跑得无影无踪 无奈之下 犬夜叉只好回到原队伍 和弥勒等人一起进城 但是这个城却是有点像乡镇 一点都不像大妖种族盘踞的城堡 而更奇怪的是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就连钢牙等人也见不到 不过片刻后 他们却是被悄无声息地包围了 看来这便是暴猫族设下的包围陷阱 此时夏兰也紧接着出现 于是犬夜叉二话不说 直接拿出铁碎牙 就是砍向领头的夏兰 但是夏兰却直接溜到了后方 随后这里也混作了一团 弥勒珊瑚都在被猫妖攻击 而毫无战斗力的七宝 则被追得屁股尿尿 犬夜叉只好转过身体 使用风之伤 打算先帮七宝脱困 可是弥勒却让他别乱来 因为阿里数不定 就在这些屋子之中 风之伤的威力 稍不注意就会误伤 无奈之下 犬夜叉只好转过刀身 继续面对夏兰 但是就在这时 这些房子之中 却释放出了一股古浓臭的黑气 七宝云母瞬间被熏得难受至极 就连犬夜叉也逐渐被熏得难以忍受 渐渐的连铁碎牙都拿不起 原来这都是为犬夜叉 这种鼻子灵灵的犬摇 特别准备的瘴气 很快场上就只剩下了 迷勒和珊瑚还有战斗力 于是夏兰不再等待 直接命令手下发起最后的进攻 将手中的长矛纷纷甩下 但是就在这即将得以击杀犬夜叉的时刻 地面忽然爆发一声巨响 紧接着出现一道极其亮眼的白光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深深的震慑到 连眼都睁不开 原来这是杀生丸降临的威压 夏兰健壮 赶忙带着猫腰溜之大吉 但犬夜叉对杀生丸的到来 却是不明所谓 职晓丸 眼看弟弟不听话 杀生丸直接挥出斗鬼神 毕招把犬夜叉打趴 就这样 杀生丸直接带着一脸的傲娇利害 而与此同时 阿爸和明家也赶到了这里 他们此番前来 是要告诉犬夜叉这背后发生的一切 原来猫狗之间的敌对关系 并非发生于五十年前 而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当时犬夜叉的父亲犬大将 还在西国生活 但是那个时候 西国由豹猫一族统治着 而且豹猫族的野心 还打算将其他妖怪收入麾下流营 因此犬大将为了保护同伴 便奋其抵抗 与豹猫族首领展开了今天对决 最终也是大获全胜 将豹猫族首领直接击杀 可是猫有九条命 多年之后豹猫族又再次卷土出来 顿时开启了第二次猫狗大战 而这第二次便是五十年前 但是这个时候犬大将已死去多年 无奈之下 沙生丸只好领兵作战 同之犬族 以及先前第一战程 猫犬大将照顾的妖怪 一起并肩战斗 可正当所有人都懒了 犬夜叉作为犬大将的嫡妻 却偏偏未见踪影 于是沙生丸赶忙询问协剑什么情况 奴族怎么办 姿意见到的事了吗 人间的巫女心 看来沙生丸对犬夜叉的不喜欢 确实是出自于五十年前的猫狗之战 毕竟如果犬夜叉来了 那局势或许会大不一样 因为当时虽然有着外族的妖怪帮助 沙生丸正面交锋也打得很顺利 可对方到猫手领的四大护反真的过于强厚 其他人根本不是对手 最终打着打着为了活命只能落荒而逃 而这其中便包括狼眼蛋 就这样 事情的大概就是如此 但正当犬夜叉听完后 下一秒阿巴的屁股却太了花 阿巴痛得赶忙变回原神 原来是夏兰在下方搞偷袭 犬夜叉只好再度用夏兰战斗 而与此同时 沙生丸的这边也遇上了同样的情况 沙生丸本想指导黄龙与豹猫之王厮杀 但是却被东兰拦住了去 看来这是豹猫之王还未复古 所以来阻挡时间的 于是斜剑为了此战能上 直接挺身而出 让沙生丸前去寻找豹猫王 这里交给他就行 话若他便甩出人头掌 他的火焰就被吹散 就连他自己也被吹倒 若不是沙生丸及时出手 恐怕他身体就要被冰锥穿透 就这样 东兰最终还是要沙生丸解决 此刻战斗彻底爆发 两人的兵器碰撞在一起 沙生丸后退再往前一挥斗鬼神 东兰瞬间就被击退 但是此时不知死活的猫腰又一红而上 沙生丸健壮 只好给他们一点血的代价 于是再次挥斗斗鬼神 刹那间巨大的能量自周身散开 无数的哀嚎声从里面散发而出 而与此同时 犬夜叉的这边也是打得如火糊涂 整片房屋区域都冒起了大火 一时之间 骑在云母上的珊瑚 迷勒根本看不清楚状况 于是勿把下面挥手的丘兰当作了犬夜叉 直接一路飞奔下去 结果就被丘兰用雷电马笔 然后犹如死鱼一样被丘兰带回牢房 和阿黎做起了御用 带犬夜叉反应过来时 他们已不见踪影 但同样的 杀生丸这边自从发出了那爆炸的一击后 鞋剑也一样被炸飞了不见踪影 一时之间 两支队伍都分崩离析 不过好在被炸飞了的鞋剑碰上了犬夜叉 两人为了寻找到彼此的队友 于是足起临时队伍 一起向爆猫之王的城堡赶去